关于太空趋势,在太空趋势环境下会经常发现 比如在过年期间,我们为了分享在太空中生活的场景 开设了一段开战前骨黑角色的视频 当时是精灵用叉子,小蜥蜴的骨黑的一个角色 本来呢,我是想要一会给吃掉 但是在微重的环境下,饺子一碰到嘴唇就会被谈黑 导致我吃了好几次,都没有当队吃到 最后,可以去用手抓住放到嘴里面 有人开玩笑说,到嘴的鸭子飞走了 但是在太空,烙子的饺子确实很容易接走 还有,比如我们在吃饭的过程中,经常会抓住一些舱身 那不能用手去接,我们就张着嘴去追 在追的这个过程中,我们的头经常会撞到舱底 场面特别的垮近 这些点滴的趋势也丰富了我们的太空生活